掌者收股息 6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15時14分 道指、立指 道指正在跌65時 立指正在升59時 除了谷歌亞馬遜特斯拉 META 跌少少之外 其他三隻都升 其他幾隻都升 博通是除淨之前 拆少股拆股 所以升得相當多 恆生指數期貨又出現低水149點 中概股大部分都是紅色的 所以今天我預測又會跌回 跌市的時候 大家這幾天都知道 有一天很多都會跌 但有些都會升 昨天美美的兩小時恆生指數就升 當然很多股都是做得不錯的 做得挺好的 有息收的股都做得挺好的 有朋友問戴股可不可以買呢 昨天戴股B就升了5% 譬如牌息很少的比亞迪也升5% 這些股也是升5%的 5.7% 全系都會升的 有個朋友在問 當然是可以買的 太股公司 他跟他買了軟洋那些 軟洋退出 他買了他的物業 投資界在升市的時候 又沒有嫌棄去 升了5.7% 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他可能先前跌到10元邊的時候 就是跌多了 在52週來說 他是一隻升股 這些是很容易買的股 這些股也是持續很久 差不多翻了本了 去沿途又給了一些 泰股地產給你 又給特別股息給你 或者這個股帶給你很多 帶給投資者很多利益 連這隻國泰也升了3% 8.3毛半 這些位置如果看到他跌了 你又可以買一下 這些股 當然泰股好一點 這隻股我最近都買了一些 泰股一系 看起來是1972 泰股地產 升了半個% 泰股地產的物業是挺好的 但是跟地產股一樣 52週都是在那裡下跌的 這股也挺優質的 現在去到超賣區域 收益是7厘 昨天也有得升的 這個泰股 兩電一煤當然是不負所託的 昨天是不是 雖然是這麼普通的股 中電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升的 又沒有增加派息 那他的聲勢是保持著的 就算大市在那裡下跌 跌一大輪 他最後去到某一些位置 投資者覺得他值得買 就會買去的 這一次是虧損 這一次是刑警 解決了之後 反映了之後 他又重拾一個星軌 已經持續了 這個是三年圖 持續了在2023年的 2022年的10月 去年一整年都是升的 那現在還是正在升的 兩電2638 升半個percent 去回4.9 我最近也買了一些的 我4.89的買了一些的 現在這個價位 就算加減一兩毫子 不要緊的 這個股是三年圖 最近升幅開始了 一直跌下來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MSCI不選他 香港經濟又不好 後來到了去年 10月份開始 就有一個 慢慢的上升 期期都有失敗的 要他高增長就沒有了 那兩電 可以買的這些股 遇到跌次 譬如跌 你就留意這一堆股 煤氣昨天也有得升 升1.9% 煤氣如果升6元就很好了 他跟這個港燈差不多 去到去年10月 會慢慢上升 大家都記得這些日子 2022年的10月又是向上的 2023年去到10月 跌了一大輪又是在10月份向上的 今年的10月份 眨眼睛就快到了 都不是那麼遠 現在都只有6月中旬 煤氣呢 3年圖上來就看完所有的東西了 這些 跌下來的時候 就因為不派紅股 先跌 又經濟不好 又再沉底 上去 那這隻股有一個概念 就是 輕能源車 輕能源車它有份的 它有份研究、策劃 提供輕器都有的 它就將煤氣裡面的成份抽了 抽了一些不是輕器的份 那些 component 它就把它抽了 變成了輕器 又提供給巴士去進去 政府又說有輕能源車 掃街車 試驗 所以這股除了提供煤氣 給用戶 主要是用來煮食和洗澡 或者煤氣 就沒有電力那麼多用途 但是將來如果輕能源車有份 就是它有份分這塊 那它就多一番賺錢 這隻池在12月開始有一個升幅 現在還沒有破壞 在一年 大家看到12月開始了 之前10月 有一個底部 第二個底部 現在開始上升 所以2.1枚是相當穩健 也是不錯的投資工具 大家經過了去年的跌市 你就知道 跌市當中一定會有升股 不用怕的 不需要離開香港再去買美國那幾隻股 香港升股比比街市 9.4.1就挺好 9.4.1就升回74.2 1% 所以73.x 是相當不錯的 加倉 今天又可能會出現 今天大市會跌 跟大市會有多少波動 現在所有的參數都挺好的 不超賣 這些不需要害怕的 移動平均線向下減 你不向下減的時候 你預計不到比較好的價格 聯通 繼續有得升 升0.9% 但升到六個多 都已經是 升得相當多了 這些股 就挺好的 由2024年 一年圖的一月份 都沒停過升 升了半年 這些跌幅是不能解釋的 解不了的 所以很多人在這裡買股 我也在這裡買了 後來有一個農曆 農曆年前後不是有一個跌幅的 然後跌 後來就慢慢升回 被跌市考驗了 聯通 聯通要升到 10元 我才可以成為一隻 無本生息股 買一半就變成無本生息 未到 現在是6.34 有色派的 周大福就平手收場 一中途就跌了 又可以走上去 不是因為我買了這些股 我就幫他講話 他的股息 是 沒有了一份特別股息 這一點就是 今天跌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看他今天會跌一些 第二就是因為 過去那一年 他有得增長的 也有色派 普通股息是加了一點點 但是就沒有了那份特別股息 而且最近這兩個月 新年度的 頭兩個月 開局生意沒有那麼好 雙位數字的倒退 他們的解釋 我覺得都合理的 因為金價貴了 買金息的人 就是審慎了 當然 這些金價那麼貴 買一些不是必需品 遲些才買 所以那個都是可以解釋的 但是投資者就看局就很想他跌的 就是有些有力的投資者 他選擇他在 派業職之前 放一些消息出來說他在 中國收縮 你們記不記得呢 在去年他派業職的時候呢 又有些人出來說 他在中國開店開得慢 又是不好的 你想想 收縮又不好 開店開得審慎一點又不好 有人想他跌的 然後呢 接著有間大行出來說 憧憬他派特別股息 就是提高你那些人的期望 遇到沒有特別股息派 就失望 就可能令到他跌的 他為什麼想他跌呢 可能想低位收集的 就是很有策劃的 這個故事 那我又怎樣呢 我又多啊 我暫時也不超過一萬股 我暫時有 但是我呢 之前買了那些呢 就拿著他收息 還有呢 將自己買股的計劃 改一改變 抹大一點 才買 一隻這麼老字號的 做得都挺好的 的公司 都是值得投資的 我看明年也會有利息派的 下一期也會有利息派的 如果這隻股跌到8元 就 只是有普通股息的話 就有7厘了 有7厘了 所以我只要 要抹大一點 那個規格 那個區間 原本我打算跌5毫子 就會加倉的 這些股 我跌8毫子左右 現在開始 跌8毫子加倉 直到他定了來為止 這隻股呢 我今天看他跌的 兩個原因 第一 沒有特別股息 又會被人唱句說他差了 第二 就因為新年度 頭哥兩個月的生意低了 那要注意說 如果他說 頭哥兩個月生意低了的話 其他這一類的股 譬如周生生 都受牽連的 都會跌下的 六幅都會跌下的 謝瑞倫那些都會跌下的 今天這個板塊 如果你想投資的 就要把尺度買過 我會繼續買這些股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股 現在業績不好 你又買它 如果業績好 哪裏可以跌的 今天看看這隻股怎樣 我會持有 你買了之後 你可以如果遇到增殖股 mark住 你不想繼續下去的話 就找個對象換它 我就不換它 我覺得都不錯 看回它的數字 過去那個年度 都有20%增長的利潤 那些息又繼續下去 以我來說已經夠了 以我來說夠 但是如果我加買它 就不是說加5毫子 不是說跌5毫子 跌8毫子我才買 審慎了 那就已經小心了 農業銀行升了一個先 農業銀行就除淨了 現在這個股價 計算起來就回落 因為跌了 除淨了 跌突了 現在就回落7.88 這個比較正常一點 如果是下一次派股息 計算起來 全年的成份 都是差不多位置 那些內銀股 就是適宜投資 工商銀行1398 最近跌得比較多 它也是7厘了 看看公行 這個就未到位 6.9 就是3988 最近是升得多了 而且調整都未到 未到 3.5 就是這些 如果是跌的話 3.5 不到就不買 有些人說 不到就怎樣買別的 不到 就是好股比比街市 這些股票挺好的 升了12個月的圖 這個在去年的8、9月 9月份 國慶之前 中秋附近 就開始起了 所以這些季節就是這樣 之前跌的 隨正、沉底 這些是 routine來的 這些是 叫做什麼 常規來的 不要說 賺息、蝕價 有幾個月就賺息、蝕價 有時候不要跟別人爭辯了 讓它自己開心一下 是是是是是 現在暫時 賺息、雪價 看看 遲些是否 季節對的時候 加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 那它就上升了 年負一年都是這樣的 未來的 未來的年 可能會很大可能 我覺得 股息會分量絕牌 又是另一種季節性 季節性的英文叫 Seasonality 那個季節性就會改變了 做事的方式又會改變 總之銀行股去到 超7厘 股價 就是假設 太息不變 你看到有 超7厘 而是 時間 季節性又對的 就是可以投資的 注意這一點 剛才說的 8號 當然有人認識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投資開這個 本地 電訊都是想8號 或者623 8號 就升了1.多% 也不錯 市未升它也升了 8號 如果你看一個很長的圖 譬如15年 15年的月線 就是15年的月線 它是沒有什麼動動的 最近這兩年 因為香港股市不多好 它就好像跌了一格 去到3.8至4.2 長期在這裡動動的 所以如果你以很長期的看法 它是沒有什麼大波動的 頂籠最貴就是5.9 這些是月線來的 每一個月結數一次 長期都是在中位 這些股市長期買來收息 低位你就買 見到老闆家倉 你又跟著出家 長期來說 這股是沒有什麼風險的 暫時的 暫時而已 623就升了 是不是 這股市是穩健一點的 有時候不妨看一些 很長期的月線圖 這股市已經翻了本了 它最初IPO的時候 你要給4.2才有的 很多人都有的 我試過一個蜜月期 升一大輪 現在開始打橫了 近這一兩年 是跌了 是從高位的跌下來的 如果高位之上 是有些情緒上 更多了 其實它都是一個 很窄幅的區間裡面 8元到10元之間的區價裡面 我看它未來都是這樣走的 所以這一類股 跌市的時候 不知道買什麼股 看到跌低了 投資這兩隻 股息又不用抽稅 這些是挺好的收息股 它現在的股息是8.7 高於內銀股1% 這一類股可以投資 8號和623 可以投資 特別是跌市的時候 做好準備 攤出來 這些我要注意 這些我要注意 近期的泰股是挺好的 做得的 特別是泰股 A股或者 正股或者A股 我都不懂 一個便宜一個貴 五個便宜等於一個貴 例如9988 等於一個美國的 BABA 是這樣的 我就買這個 泰股 小泰股 泰股B 泰股B 通常都不叫泰股A 怎麼叫泰股 以前 沒有AB的時候 太股 正股 大股 貴一點的 說回宏觀數字 美國的PPI 有一個叫CPI 就是消費者的通脹 有一個PPI 就是製造業 產生貨物出來的 通脹指數 現在CPI和PPI 都是受控的 局面 不再上升的 局面 說回一個 summary 美國現在的數字就是 GDP 就是國民經濟 那個大數字 就一點多是低 CPI 3.4X 受控 暫時這個月了 PPI 受控 失業率高 4 然後就是 飛龍 一個月高一個月低 有可能下調 經調整之後 又會下調 所以 放定一個 減息的劇本在面前 暫時都沒有變 這些是 要懂得說的 特別是讀書 上課 別人問你 美國的經濟 現在你怎麼看 你就說吧 GDP 不高 通脹受控 就業人口 失業高 飛龍的數字 就是 有時高有時低 整體都是 不用再加息了 這樣很得體 這樣的答案就很得體了 大家要記住 今天那個 大市 大市就是恆生指數 科指 會跌的 可以不做事 這些不用怕 慢慢又會 在18000點 加減多少 在這裏浮 一大段日子 大段的意思 去到9月10月 連續兩年 都是9月10月才轉世的 不知道什麼時辰八字 連續兩年都是 真的 如果你 掌握到這個 這個運程 可以幫到你 保值 增值 以及收取 有更多工具 去幫你收股息 下一個比較多一點的股息 就是 派中電 中電就是 十幾號 十幾號派 留意一些 好股 好股的意思 就是 上一次跌次 都有不夠升的股 就不要氣餒 我離開這裏 這裏難玩 走去玩別的 不需要的 好的股 升幅等同於立子的升勢 的股 都是給街市的 譬如神話 昨天中途回了一點 後來又平手 這些股去到四十元股 穿了之後就是四十至四十五 如果這些股 走到那個區間 就是分分鐘又成為一隻 翻倍的股 又可以做這個 無本生息的工具 是短期的事 這些不是長期的事 短期的事 這個應該是16年 2016年你開始儲這些股 現在當時是 8元、6元、6至8元 2016年 都很久了 2016年 就是9年之前 如果你買這隻股 現在都已經 是無本生利的了 當然 跌下來很多人都 跟紅頂綠的 見它跌就不敢買 如果你在16年至18年 這兩年之間 給你買股 現在這隻股 就已經成為了無本生息股了 都不是很久了 十年以內 這隻股很多人買了 這裏有些很聰明的人 上一次大跌幅的時候 買了 看回這條綠色 現在這是15年的月線圖 2021年的時候 常期在1、2元 這樣走的 以月份計數 如果你在那時候買 現在就很厲害了 現在一早就去到 這個2022年左右 就已經成為了一隻 無本生息股了 不需要買一些很高科技 很新概念那些股 不用的 你選擇到 在香港這個股票市場 能夠買到的股 都是經常可以為你變身的 變身成一隻 無本生利的股票 所以呢 這麼多股都可以了 我都看到了 我這麼老都看到了 你們一定會 用心去研究 去研究一下 你一定會找到 好的 增值的工具 今天先講到這裏 昨天如果有人認識 逃生就聰明了 升高了 減持某些股 升得好的股 今天你就會有機會 等一些好股 跌下 然後你就去購物 祝大家有一個 愉快的周末 好